今天聊聊百家姓 老师 百家姓我会背 赵前孙礼周吴正王 逢尘楚位 江沈涵阳 为啥赵姓排第一 我是有点儿 不服气 百家姓传千年 北宋初年来编传 宋朝皇帝本姓赵 吴越国王他姓前 国王正妃姓为孙 南唐李氏在江南 赵前孙礼排在前 皇族显赫史之然 中华古姓的根源 图腾崇拜相关联 中国姓氏有数千 上古八姓来演变 江营迪四云归遥及 上古社会为母系 所以八姓都待遇 姓氏家族的标志 先秦姓氏有区分 姓者统妻族考 侍者别妻子孙 同姓之间不同婚 是把身份来区分 有姓有氏为贵族 有姓无氏多苦民 秦朝嬴政大一同 姓氏从此亦相同 中华姓氏世界领先 文化血脉传承当前 现有单姓六七千 各族父姓一两万 最新排名数一数 一王二李张老三 四流五臣阳帝六 七皇八兆 无战九周徐孙 马朱胡 郭和林 国高正 谢梁颂 唐许涵 父姓第一是欧阳 父姓第二是上官 皇甫令狐和诸葛 司徒司马和 贺兰 张三生娃不努力 李四奋勇追向前 李四今后改李二 张三还是排第三 每家隔壁都有老王 王氏一族不简单 终于把第一站 最长父姓哪一个 老师你来谈一谈 最长父姓十七字 一口气是难读权 鲁纳楼鱼古母舟 数多图母苦阿德 不阿死才说完 一族姓氏来自云南 这个姓氏学生男 上学千万跌倒了 惹怒老师可不好办 伐超姓氏 一百遍 还有什么 得晕